牛年的年节菜,自然少不了牛肉 今天咱们做一个热热乎乎的 有滋有味的土豆炖牛肉 我们选择牛奶肉或者是腰窝肉 给它切成大块 土豆炖牛肉在选择牛肉的时候 有肥有瘦是最好的 牛肉我们冷水下锅 给它焯煮一下 加入葱姜 鲜的橘子皮或者是陈皮也可以 加入些料酒 开锅之后打去这些浮沫 捞出牛肉 焯煮完牛肉之后的原汤 其实也还是非常清澈的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倒掉 一会儿呢 我们要用它来炖煮牛肉 保持牛肉原有的鲜味 锅里下入底油 我们给两块八角 两块的桂皮 再给到几块的干辣椒 凉姜一块 白芷一块 略微的给它煸出香气 那出香之后呢 我们放入葱姜蒜 炖煮牛肉的话 我们可以多放一些葱姜蒜 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的来提香 并且呢去除一些牛肉的 一些不好的味道 其实香辛料呢 我们也要进行油炸 那通过油炸呢 把这香辛料的味道 完全给它逼出来 那同样呢 它的味道也是比较的丰富的 我们炸到这些葱姜变色之后呢 我们开始放入 刚才焯煮过的牛肉 来继续给它煸炒 通过这个煸炒呢 继续让牛肉 释放出这种香气来 同时让牛肉表面 略微有一些小焦黄 我们炒至牛肉变色之后呢 开始来下入一些 切碎的 并且去过皮的西红柿 这些西红柿的放入呢 主要是借它的颜色 还有味道 我们给它炒出番茄的香味 我们同时再放到一些洋葱 增加香气 这些番茄呢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 它就会自然会融化到汤里 味道非常的好 颜色呢 也非常红亮 经过炒之后 我们加入一些蚝油 蚝油我们适当多放一些 然后再烹入一些生抽 加点老抽 把颜色给它炒一下 炒出调料和香气的香味以后呢 我们开始来烹入啤酒 啤酒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主要是给它去腥提味 那接下来我们倒入 我们刚才准备好的 这个超煮牛肉的圆汤 因为炖煮的牛肉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呢 我们的圆汤稍微的多一些 没过牛肉表面 大概是两指的距离就可以 我们再给到一些胡椒粉 我们只需要把它煮开 转成中小火 炖煮40分钟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高压锅 来压制一下 大约时间的是20分钟 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 牛肉炖煮了40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接下来放入土豆 土豆要想让它好吃 入味呢 一定要是用刀掰的方式 把它掰成这种土豆块 最好是不要直接切 这样的话更容易入味 我们中火给它炖煮6-7分钟的时间 让土豆呢 有些软烂入味就可以了 我们经过6-7分钟的炖煮 那土豆呢 已经完全的软烂入味了 那接下来 我们给到一些香菜 来增香增味 咱们这道有自由味的年菜 土豆炖牛肉呢 就已经制造完成了 在年结的菜单里 有这样一道热热乎乎 又有滋有味的土豆炖牛肉 整个餐桌的气氛呢 就热闹了 关注请在煮处故意亮 做菜好吃 没商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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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